近期特朗普政府除了在涉港 涉疆等政治议题上抹黑中国 在经济领域拉拢盟友围堵中国之外 军事行动也不断 频频派舰机在中国周边海域展示所谓的航行自由 飞跃自由 行动一次比一次过火 且招数也越来越恶毒 曾夜叹广东还多次伪装抵近中国周边 例如伪装成民航客机或商务机 借此骗过空管雷达进入我国空域 极易诱发民航客机被错误击落的事故 就在近日 美军又开始耍花招了 据环球网9月9日报道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监测到的信息 9月8日 美军一架RC-135W侦察机前往南海 但在这过程中 该侦察机疑似采用虚假电码的方式 伪装成马来西亚飞机 在中国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之间密集飞行 然而 这已经不是美军机第一次挂虚假电码进入南海了 就在9月3日 该平台还监测到美军一架RC-135W侦察机 使用虚假电码经由巴士海峡进入南海空域 不料在回程时现出原形 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 美军机两次挂虚假电码 将自己伪装成普通民用飞机进入南海侦察 除此之外 8月 美军还曾频频出动挑战者650侦察机进入南海 次数多达10架次 而这一型由加拿大商务机改装而来 外形就是一架小型商务机 以此达到眼人耳目的目的 美军的种种行动都在释放危险信号 或明里或暗地抵达中国周边侦察 例如就在7日 美国陆军一架CL-604侦察机就飞往广东方向展开侦察 8日 美陆军一架CL-604侦察机出现在东海 且轨迹十分接近解放军划定的演习区 此举无疑是赤裸裸的挑衅 面对美军机频频抵近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早已强调了中方的态度 一是反对 二是不怕 另外对于美军机硬闯解放军演习区的行径 我方也表示 此举是致双方一线官兵生命安危于不顾 致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于不顾 致世界人民和平诉求于不顾 而中国军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